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的新屋大火 造成了6名消防员的死亡 接着呢 就是中立的太风轮胎场 造成了空气的污染 接下来就是在炉竹的细卡大火 造成6名移工的死亡 以及5名的受伤 接下来就是2018年 近黄的大火 造成6名消防员殉职 2名移工死亡 6名的消防员 遭受酸食性的物质灼伤 甚至在之后呢 也造成桃园地区 不管是水体 或者空气的污染 20条人命代表了什么 就是现在这个政府的制度 已经不仅仅是造成 消防员殉职了 甚至在劳工的安全 环境的保护上 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各个团体 到立法院来 无非是希望说 在中央修法 提出他们方向的时候 可以明确的知道 第一线的消防同仁需要什么 在场内这些劳工 这些移工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以及居住在这些工厂 居住在这些 危险化学物质附近的民众 他们该要如何应对 以及他们该要如何去得知 他所住的地方 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地区 我们也联合了 进棚 殉职消防员的家属 这边有四名消防员的家属 那边是林卫熙 游柏蓉 游耀阳 跟林柏廷的家属 我们和家属共同提出的三点诉求 第一个就是希望 资讯的揭露 能够让第一线人员掌握 第二个 就是希望现有的火灾鉴定 能够含纳进去我们消防人员的讯职调查 第三个 就是让消防人员能够组织工会 终止大火悲剧 终止大火悲剧 立即推动修法 立即推动修法 前三年来说 就是我们可能是人力跟装备的不足 但是呢 在这三年中 政府陆陆续续补足了装备跟人力 尤其是在新屋大火发生的桃园 可是为什么在补足人力跟装备的状况下 还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殉职案件 这次的大火的关键就是在于 我们在现场的相关的化学物品的资讯 是相当的缺乏的 我们必须要在前端的资讯管理这边 做到一个非常完善的改革 这边我拿到了内政部的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报告是非常的简略的 资讯的对等这一块 其实有两块部分 一个是在事前灾害发生前 我们到底厂商例行的申报 跟我们不管是消防队员或环保署的人员的检查的问题 有没有落实 那另外一块就是紧急灾害现场 不管你之前申报的资讯怎么样 有没有厂方的人可以在现场可以提供我们及时的资讯 那首先在第一块前端的申报的部分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扩大申报 这样的一个加强普查的状况要怎么落实 全台湾的消防队员的缺额是50% 也就是说在人力非常不足的状况下 全台湾消防队员的工时是情二休一跟情一休一 也就是在每个月360到480小时的这样一个工时状况下 你负责到危险物品查查的消防队员 你一年要检查你的辖区的工厂的加速是非常多的 你可能一天只花两个小时你要检查四家工厂 我认为增加普查这个状况 但是又没有清楚交代到底是要有哪一样的人员去做检查 这个报告是非常不务实的 那关于第二点有关抢救现场的就是资讯的流通的部分 消防署这边确实有把我们的诉求列入他的报告 但是我们其实对这个部分还是非常不满的 因为我们认为他其实是第一个他并没有写出 首先我们在诉求上面我们是写说我们希望可以修改消防法 然后强化厂方的就是协助救灾的一个义务 也就是说到火灾现场的时候 不管你这个工厂你一年前或是半年前申报的状况 可是我都要有一个专业的人员告诉消防员 现场的活性化学物品的灾害的物质 到底分布的平面图 以及有一个及时的联络人可以跟指挥官协助他研判救灾的 不管怎么样的策略 可是其实坦白说我们的新闻稿写的比一个堂堂的一个消防署 一个内政部的机关还要详细 至少我们还告诉了他厂方必须提供的资讯 包含现场的化学物品的分布 包含现场火事厂方的研判 跟他的初步的就是抢救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的行为 那想见消防署在这个部分 他是完全没有做功课的 一个没有做功课的一个部会 甚至是一个在今天要咨询八点半才提出这个报告的一个部会 他在未来的修法上面 他的积极度又会是多少 未来发生殉职案件 我们希望不死是在现有的法规里面 有去调查的火灾起火的原因 这是远远不够的 消防员有重大的死伤的状况下 我们的火灾鉴定报告也应该包含 为什么消防员会在这次死伤 甚至要有基层的消防员代表参加 我们希望可以开放警消人员组工会 而不是每一次都要等到殉职发生之后 再来大规模的检讨 我们看到这半年来 其实仔细讲起来四个多月而已 已经死了八个移工在危险的宿舍里面 制造业的劳工 特别是制造业的移工 放在这么危险的工厂里 只有场座分离 我们才能免于让这些移工 就算是下班的时间 还得要处于上班的危险之中 有哪一场火灾 各个地方主管机关把这些讯息 用各国语言告诉同样住在台湾的这些七十万的劳工 他们现在处于危险当中 生活照顾管理服务计划书 是目前唯一移工在宿舍 可以要求主管机关检查的 光是这个规定都没有任何的四国语言揭露 要跟立法院的诸公们讲 资讯如何揭露多国语言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 厂住一定要分离 我们希望今天中央部会 应该要先来盘点 不管是灾前或者是灾后 这些社区里面 他环境知询的这个需求的清单 为什么要这个诉求 很简单 社区知询权不是你行政部门 不是你企业说 我要告诉你 我想告诉你什么 这样就好的 而是要先问社区里面的人 你需要知道什么 我们过去就是一直没有盘点 这个需求的清单 才让我们现在的制度 非常非常的缺漏而不完整 第二点 就刚才说的 环保署的化学局 应该要协同其他的部会 肩负起相关的资讯管理 跟揭露机制的改善 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还要要求 是否应该像这样改善的机制 也应该做出一定的法制化 如何来落实我们的治安法 如何来增加治安法的监督 希望说产职类工会的陪同 老减的陪同钱 希望也能够拉住在这个规范里面 从M头来减少灾害的发生 减少我们第一线劳工的牺牲 减少我们消防弟兄的牺牲 减少我们附近居民健康危害 面对这样的重大的灾难的同时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站出来服务 作为一个劳工已经开始有对比权 我在这个地方也要呼吁 我们的立法院 我们的内政部 我们的行政院 应该要让消防员有这样的权利 避免这样的憾事再发生 陶渊县在这最近这几年 大量的补足的装备 大量补足的能力 但是憾事才一直发生 所以发生的时候 陶渊市政府说 我们要成立特殊的救难的消防队 然后来处理这种所谓的有毒化学物质的这种特殊场域的救灾 基本上这样的精神是对的 但是在这地方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 如果要成立这样的队 我们希望是什么 我们希望是应该由中央来统筹或者甚至立法 应该在什么 在全省所有的工业大县 都应该成立这样的消防队 但是我们认为 要对这些工厂的救灾 我们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在我们现在人眼不足的状态底下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政府应该要什么 应该要去对这些所谓的企业组 尤其像这种所谓的危险大厂企业组 去收取类似像公安捐这样 或者是公安税 然后来复取这些特殊的 急难救灾的消防队 然后来成立他们 而不是从现有的机器在这边内 那只会让他们更劳烈 那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在5月17号 也就是六位兴职消防员的公祭当天 那些去宁堂 去公祭现场 去安抚家属的那些长官们 你们可以带着 完整的修法的内容 具体修法的承诺 来回应 这六位家属 来回应 这六位殉职的消防员 到底这个国家 能够为 上下来活着的那些人 做些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